那长得大你是大 你不产男 你不奶孩子 那又怎么又怎样呢 越是大有的越不产男 那小的你别 别看人家小 那小孩长得对不对 个头高高的 不要老是在讲这个话题 对不对 那我要是 你过来拨吧 这个鸟 老是叫唤 对不对 你们不要再想我是小平板 什么之类之类的 我长了什么干扁 什么之类的 我又不跟你一起生活 你又不是我老公 对不对 你管得这么宽 你又看不见什么整不着的 对不对 说句良心话就是这样 你也不要说什么平不平板 并不是生小孩 什么之类之类的 就是大还是小 就能把小孩能吃饱 知道吧 我虽然说没有什么文化 我也知道 那小的你不代表人家生的小孩 就吃不饱奶 是不是 那长得你是大 那你没有奶不下奶 没有奶 对不对 那 那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老是讲这些没有边的话 小姑娘还有经验 这个 有没有什么经验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经不经验 你们不要老是讲这讲那 讲的有道理 不是有道理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 你是大 你是大 你让我们看看 你能让我们看看吗 你大 对不对 不管是大小 别人都看不见 只有自己看得见 自己家人看得见 你管人家大还是小呢 你要是天天爱 天天上街什么 对不对 让别人都看见你 你怎样 我们也不说了 那别人都对不对 都要穿衣服啥的 你管人家大不大呢 对不对 不要操这么多闲心 你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咱们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知道吧 我是怎样 我爸妈给我的身体 我也不可能去说 我去整两个什么什么龟 什么就是什么之类的人工 对不对 整两个 你们又说我太假了 那我是 我爸妈生 我就这样 你们要问我 我爸妈 你说怎么把小张生成这样 对不对 你们要问我爸 问我妈 大小无所谓 知道吗 不要老是有些男人 老是嫌弃这个女的 哎就喜欢大的 什么什么小的 都是女孩子 不要对我们 对于我们这些人 就是这么 看不起 老是讲人家什么小之类的 你就很 大哥你的个头就很大吗 啊 你长得就很高吗 你对不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长得高 有的人长得胖 有的人长得瘦 那长成都跟你一样的话 那不乱套了 对不对 不要再研究这个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有人喜欢吃咸菜 有人喜欢吃红烧肉 那你能决定的了吗